日媒第三国将美国大豆倒卖到中国,由于中共启动对美反制关税大豆的世界贸易版图发生了变化。 观察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美国产大豆,对最大供给目的地,中国的出口锐减另一方面,对东南亚、中南美和欧洲的出口,正在增加。 但是,围绕大豆的中美相互依赖是否已完全瓦解但在市场上让有很多猜测,认为中国可能最终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美国产大豆。 中国大豆进口量达到每年逾一亿吨。 对美国来说,中国曾是占到出口六成的销售市场,然而中美贸易战颠覆了这一关系。 7月中国对美国产大豆,征收了25%的额外关税,进出口的趋势完全改变。 美国农业部9月发布的2017到2018年古物年度2017年9月,2018年8月的实际出口数据显示, 大豆对中国出口为2768万吨比上一年度减少二成而该不公布的2018年到2019年度的出口成交数据。 截至10月25日,仅为上一年度的一成左右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另一方面,美国对其他国家出口增长近九成,可以看出,正在将大豆的供给对象扩大至东南亚、欧洲和南美等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中国没有在贸易统计中,公布详细信息,难以看出进口来源地的变化。 虽然缺乏确切证据,但有观点认为,东南亚等第三国可能正在将美国产大豆倒卖到中国被视为中转战之一的。 是东南亚一位股物市场相关人士表示,可以通过陆路运往中国东南亚国家,或许正在通过将进口的美国产大豆倒卖到中国来赚差价。 美国产大豆对越南和泰国的出口量,目前同比增加了6到9成,中国正在增加来自南美、州巴西和阿甘廷的采购。 有观点认为,在这些国家美国产大豆,也成为供求的调节阀门。 巴西将迎来新股物的播种期,陈谷的出口余力,即将迎来极限大型贸易商有观察认为巴西进口相对低价的美国产大豆,在满足本国的消费之后,把手头少量的陈谷,高价卖给中国。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大豆甜大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行, 晴今年春季达到一普世尔,于是美元在夏季出现下跌近期在8美元水平附近波动。 除了中美贸易战之外,美国的丰收也拉低了行情,在替代需求增加的巴西产大豆的现货交易中,在芝加哥期货行情基础上加上了一价,认为南美的大豆出口,国用低价的美国产大豆,来调节供求的看法具有说服力。 不少观点注意到美国大豆油的生产正在增加,美国油子加工商协会NOPA10月15日发布的美国国内9月炸油量,创出历年9月数据的新高。 从事期货交易等的日本FUJITOMI公司的首席分析师翟腾和彦指出,美国正在增加对中国和加拿大的出口, 它的看法是并非出口成为征税对象的大豆原料本身,而是向中国等国出口榨好的大豆油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在中国家续用饲料和食用油的消费持续增长。 很多观点认为中国找不到能替代全年超过3000万吨的美国产大豆的进口来原地, 不得不继续依赖美国中美两个大国围绕大豆展开耐力比拼,或许也应当仔细观察,没有体现在统计上的变化。